T & T 哈喽,歡迎回到Audrey in Japan 東京最高的摩天大廈身地標 《麻煲台山幽》部分的設施 因為11月24日就正式開幕 東京地下鐵神谷丁站就值得 這條片就等我帶大家在開幕前搶先看 由深大廈所進行的都市更新計劃 以modern urban village 和 green and wellness 為意念 涵括了辦公室、住宅、酒店、零售商店 餐廳、文化醫療設施和國際學校等等 當中包括了不少名店 例如是 Amaz 和米芝蓮的餐廳 預計每年會吸引超過3000萬人次到訪 這條片一會還會帶大家吃一間米芝蓮的法國餐廳 中心廣場有三個設計獨特的攤檔 提供Crab、原雪糕和飲品 還有一間出售麻布台山優限定商品的商店 由藝術家內來美智素造的作品 東京的森林之子高七米 在青森院立美術館都有類似的作品 還有中國當代身價最高的觀念雕塑家之一 展望的人造岩石109號 首先去的是主動森JP大廈 高330米 是目前日本最高的摩天大廈 大屋頂下的區域被稱為雲 是作為室外的活動空間 同時也作為大型的公共藝術品 作為中央陸地的標誌性象徵 這個設計代表一朵飄浮的雲 反映在麻布台山優舉辦活動的流動能量 B1至4樓都是零售店舖和餐廳 而5至6樓是應慶二屬大學預防醫學中心 7至52樓是辦公室 而54至64樓是住宅Armond Residences 首先在花園進入的就是B1層 有花店Nicolai Bergman 有花店Nicolai Bergman 裏面還有Normal Cafe 提供咖啡和輕食 接著我們去一樓 一樓的Sogen Burger 是烤肉店製作的黃牛漢堡 還有原創的奶色 沙律和炸雞等等 Pelican Cafe 有自家品牌麵包製作的 Toast和三文治 還有磨烤吐司 水果三文治 蝦牌三文治等等 二樓有時裝品牌Denim 旁邊有通道通往其他大廈 還可以遼陷花園 其他的時裝品牌 包括Caban Lululemon Jante de Malle United Arrows 等等 首飾品 首飾店Mizon Hirotaka 香水店Nose Shop 香水店Nose Shop 三樓就是各國美食 Sushi Azabu 是在紐約連續十年 和賓米芝蓮一星Sushi Azabu 的總店 1874年創業的伊豆著名旅館 Ochiyairo Steakhouse Tokyo 之前介紹過的米芝蓮一星 的分店 一會兒就會在這裡吃午餐 Fukahireya 如此餐廳就是以四川料理為基礎 融入日本的文化和食材 Yoroniku Tokyo 起源於南青山的Yoroniku 特別菜式包括 Chateaubriand炸肉排三文治 蜜蟲爐受起燒等等 現代的泰式料理 瘦灣Bistro 是開業七個月就獲得 米芝蓮一星的泰國菜分店 午餐有套餐 晚餐只可以散叫 訂了位置我之後都會吃 但它的餐廳 金魚操餐廳 不相對 意大利海鮮煉的Mari 是用於日本各地及全世界訂購的新鮮海鮮 意大利餐廳Risto Pizza Sobamai Yamato 主打細切的蕎麥麵 用的是每天早上採購的鮮魚製作 和產地直送的蔬菜製作的天婦羅 青山中華料理名店 提供包桌的座位 可以品嘗很受歡迎的丹丹麵 Gurzao Uchiyama 用烤窯製作和酒 和廚師發版為主的菜式 Yakitori Kumawagi 是平常要等一年的燒料名料 在麻布台登場 在日本的印蘭 喜歡光顧的正宗人道 阿希里亞 正宗的秘魯 秘魯 秘魯是被世界旅遊大獎 平民世界上最能夠享受 美食的國家的美食大國 口感受到 是 Aparal酒吧 Larginia 是品嘗以來自全國生產者 精神Joy Put的健康食材 午餐的平均預算是1800-2500日圓 Mimosa售賣剛剛出爐的麵包製作的三文字沙律和湯 Orbi是用時令食材製作充滿創意的菜單 午餐三道菜大概是4400日圓 四樓就有生活雜貨、書店、郵局、健身室等等 Alchemy是在巴黎島Plant Base的餐廳 更加是巴黎島第一間有機果汁的酒吧 現在就成為促進健康飲食的多元化品牌 馬步台的店舖就有賣護膚品和首飾 還有非常多選擇的沙律 還有指甲製的雪糕 試過它的巧克力不錯 還有很多選擇 True Towel賣的是高品質的毛巾 而馬步台就是它第一間的店舖 金紫眼鏡 這層還有一間會員製的個人健身室 De Paula Thai Club 因為還未開業 所以可以參觀更衣室 入會費是5500日圓 而會費就是每個月5500日圓 包括4堂 Wire Yacht Store是賣各種高級的儲具和家品 Like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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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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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bica是日本老闆,2013年在香港創立,2014年在京都開設旗艦店的咖啡品店 這次是第一次在東京開店 除了Sum JP Tower,近地鐵站的Garden Plaza都有分店 這裡用的是飛駝高原牛奶 還有Mark style Tokyo,賣各種生活用品,還有書店 Ogaki Bookstore 這次開業前參觀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平時沒有機會參觀的office Sum JP大廈7至52樓就是辦公室,可以供大約20,000人工作 Hills House位於33和34樓,總面積大約35,000尺 將會成為租戶公司和員工的工作基地 它就像一個俱樂部會所,員工就可以跨越公司邊界進行聚會 Hills House是一個交流,學習,工作和可以放鬆的地方 Club Lounge就是一個咖啡室 Work Lounge工作空間和Park Lounge多用圖室 因為東京大多數的建築物都比較矮 上處33樓就已經有居高臨下一路無際的感覺 之後就參觀Work Lounge 有圖書館 劇院室 之後還有六間獨立的工作室 還有六間獨立的工作室 有兩間會議室,可以各用藍綠和十人 之後就進入Club Lounge,有各種飲食提供 Hills House Dining 33 是由三國青衣主廚主理Hotel De Mikuni 十種以上人氣蛋糕 餐廳的景色真是一流 可以撩陷東京鐵塔 之後就參觀52樓的辦公室 這裡四通八打 一個小時就可以去成田機場 雨田機場就不用半小時 52樓的景色更加好 之後就回去吃米之年一星的法國菜Liaison 原本帶著女兒來參觀 也是打算輕舌 之前在大阪的影片介紹過Liaison的本店 之後就有觀眾看過我的影片 主廚說有很多香港人來 他就跟主廚分享我的頻道 當然我不認為是我介紹帶動人樓 這次我也有主動和主廚相應 難得在這間分店可以帶BB或小朋友用餐 這間分店也是跟本店一樣 用開放式的廚房 但有巴桌座位更接近 另外還有兩張桌 座位不算多 午餐每位是8800円 晚餐就是13200円 這次吃的就是開幕前特別的套餐 只有三千就四道菜了 首先是生蠔加了洛漿和魚子漿 本身不太喜歡吃生蠔 但這個真的鮮很好吃 麵包有兩款牛油 有Plain和Truffle 之後就有魷魚和蓮藕 底下綠色的醬汁就是糖糯的醬汁 而黑色的泡沫就是麥魚汁 最後還刨一些烏魚子上去 蝦兒鹿配上紅酒醬和炸牛綁絲 甜品就是蘋果皮 配泡酒雪糕 最後就來一杯咖啡 Part 2的影片將會介紹Garden Plaza的餐廳 由於煮得比較近麻煲台 所以之後也會嘗試其他的餐廳 例如是麥芝蓮一星的泰國菜 我會再分享給大家 這條影片到這裡 喜歡的記得LIKE 訂閱 comment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